台積電一向都不批評客戶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英特爾跟他競爭 還是三星跟他競爭 我們沒有發現 因為發現過台積電 從來沒有正式回應過 為什麼 因為他只做好專心的代工 在這種層面底下 大家值得觀察的一點就是 我們今年所遇到的 半導體的週期變化 他不只是全球半導體 漲的興建 全球的進程 他還包括著本輪的自然的 景氣的下行區間 怎麼說呢 各位可能發現 目前美國股市四大指數當中 摔得最重就是廢半 跌幅接近四成 那麼台北股市在今天 也算是正式的賣入熊市了 所以今天是六月的最後一天 等於上半年結束了 根據歷史回推 如果上半年表現得不如意 股市不理想的話 下半年大就習慣了 是習慣 我以為你要說 下半年會好一點 沒有 下半年就習慣了 那我們還是要從整個景氣面的週期 先來理解 到底整個半導體 目前的氛圍是怎麼樣 為什麼近期半導體的系統 系統性的賣壓 會跌幅來得這麼大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表 是過去幾年半導體產業的總營收值 以及幀率上的變化 那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跡象 本輪的半導體牛市 是從19年美中貿易戰之後 開始持續的高升 增長率都是雙位數 20年的時候是10%的幀率 21年是26% 今年就是一個轉成年 今年是怎麼樣 絕對營業額仍然在創高 但是增率開始下幻 我還在往前跑 但是跑的速度稍微放緩了 那現在到底半導體股在跌什麼呢 它在反映明年的增率走跌 加上絕對金額的下幻 也就是說今年我們雖然跑得沒有這麼快 但是我們今年賺的錢 還是比去年來得多 那明年的話 不只我的增率會下幻 而且明年賺的錢會比今年來得少 所以目前股票市場 對於半導體系統單的賣壓 它就是集中反映在 二三年的經濟衰退 那我們這時候要理解了 到底要到什麼樣的區間 對於這種系統性半導體的賣壓 才會告一段落呢 基本上至少要等到整個交貨週期 有明顯見頂下彎的時候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左邊這張圖表 是半導體的交貨週期 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品牌商 比如說Intel下單的台積電 當台積電出貨到Intel 組成一個CPU 組成一個包裝之後 送出的時間大概多久 那我們看到 過去一段時間 大概都是14到15週 台積電就可以生產得出來 現在是多少 快要20幾週 28週 也就是說幾乎是兩倍的時間 那照理來講 如果市場半導體的供需翻轉點 已經出現 供給已經大於需求的話 那這項指標就必須要下滑 但是即使目前賣壓重重 到目前為止 交貨週期還是維持在28週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期待說 這個半導體的賣壓可能在短期內會持續的加大 但是一旦它開始見頂下彎的時候 反而股票的去估值可能就會來得差不多 這是第一點 所以今年全球半導體表現都不好 那全球半導體表現不好的時候 反而台積電是加大馬力進行資本支出的投入 對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這張圖表是從成熟製程 一路推到先進製程 對 這邊是比較先進製程 3奈米 5奈米 這個是7奈米 沒錯 那我們其實看到很明顯的跡象 我們講說三星的確在追 但是三星這一次 在14年15年以後 被台積電追過 是什麼樣的階段 是在7奈米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7奈米的時候 三星當時的良率 僅僅只有3成5 而台積電有7成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現在還是有人下單給三星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它的良率多高 人家台積電良率是三星的2倍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台積電的報價太高了 因為現在先進製程 它獨佔凹頭 等於是台積電怎麼開架 大家都要接單 這個高通也要接受 蘋果也要接受 研發科也要接受 因為我東西就好 我就賣得貴 對 那三星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三星目前的策略就是 它在本輪的先進製程的報價 它的升幅遠遠落後於台積電 就我的良率 雖然不如你台積電 但我東西便宜 對 那相反的 你看到那些intel 超微或者高通 或者像是輝達 他們也會把部分的單 下給三星 因為我看到今天 他就公布說 我有客戶了 他說我的三大米已經量產 然後我的客戶就有高通 我的客戶 還有什麼中國的一些 挖礦廠商等等 但是是不是來議價的 沒錯 其實是一個很直觀的原因 因為這一些美系的品牌商 他也不希望台積電 把價格給推得太高 所以他一定會 下部分的單給三星 確保你台積電 在我這邊 還有一些議價空間在 所以他就跟台積電說 你再這麼貴 我就去下你三星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國際間的博弈格局 但我們最終還是看整個在先進製程上研發的進度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有趣的跡象就是 現在幾乎在七奈米以前 所有的製程都是三星 英特爾和台積電 三星是良率不佳 台積電產能最大 英特爾是有技術 但是他無法在美國大幅度的擴廠 因為能力成本太高 我們看到這張圖表 是全球工程師的總薪資水平 看到的是年薪 我們看到像是Microsoft Google Apple Intel 特斯拉 大概整體年薪 都在接近15萬美元一年 大概就是 大概有四五百萬左右 台積電 僅僅比三星還要來得高 所以台積電工程師的年薪 是比三星來得高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最後晶圓代工 會流到這兩個經濟體 因為能力成本低廉 土地成本低廉 又國家政府的補貼 所以三星現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 暫緩他的報價上揚 第二 隨著他的能力成本 遠遠低於台灣的工程師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嘗試著擴大他的市場 所以他就是 把他的這個員工的薪資 不要那麼貴 然後我這個節省成本 然後我就這個回饋給客戶 拉一點台積電客戶走 沒錯 所以最後我們看到 整個台積電的營收比重 在未來會產生根的改變 比如說台積電現在的營收比重 我們看到 如果是在二十奈米以內的話 總這個營收占比 大概已經有接近七成左右 也就是說台積電現在 即使他的成熟產能 仍然是全球最大 但他的營收來源 有七成都是先進製成 所以即使他在成熟製成上 不繼續擴廠了 或者說他的營收比例 逐步的縮小 都不會改變他中長期的方向 而我們現在所看到 今年受到產業逆風 最為明顯的其實就是手機晶片 擴存的問題 三星也由於這個問題 目前資本支出沒辦法大幅投入 為什麼 營收收入來源無法擴大 他就沒辦法把賺到的錢 投回到資本支出 他如果無法擴大他的資本支出 他就追不上台積電 所以我們看到有趣的變化是 台積電在過去幾個季度的 營收占比 我們看到一個是smartphone 一個是HPC 一個是手機 一個是高階運算 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當時手機占比最高曾經來到51% 在這邊 對 也就是說 其實台積電大部分的營收來源 是平股做手機的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現在高階運算已經超過了手機晶片 也就是說高階運算 他更需要的是先進製程上的晶片 這也是台積電在營收結構上的調整 而三星他只能走另外一條路 就是跟你低報價 我的能力成本比你便宜 而且我也嘗試的 讓其他美系系統商嘗試的來跟台積電溢價 來擴大我自己的實戰 所以其實廷浩你這樣講起來 最後要一個結論 其實看起來這個三星 現在已經開始跟你打價格戰了 所以他是技術上追不上台積電 沒錯 所以他必須另類一種方式